12月2日晚,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该法案要求,外国发行人连续三年不能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及PCAOB 对会计师事务所检查要求的,将禁止其证券在美国交易 该法案还要求上市公司披露,其是否由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 由于此法案已经于今年5月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 下一步,料众议院将提交至白宫,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是否签署成法律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此举意味着,包括阿里巴巴、百度和京东等在内的中概股企业将有三年的时间履行上述规定 如若不然,将从美股市场撤出 有意思的是,美股资本市场投资者对此消息反映甚为瓶颈 盘后,阿里巴巴股价微涨0.7%,拼多多跌0.8% 近年以来,阿里巴巴累计上涨约23%,拼多多累计上涨约280%,蔚来汽车累计上涨1094% 在12月2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,据报道,美国众议院本周可能会通过关于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议案 您怎么看?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道 美国对中国的公司采取了歧视性的政策,是对中国企业进行政治打压 那么对于这件事,你怎么看呢? 感谢观看